那很多粗宝说老花一我肥料用多了把花给烧了 有什么办法去补救吗 其实这个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反复的用水去冲洗一下 这个没别的高章 你像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 关于肥料的一个用量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如何把握 你像有一些个肥料是随便用它不烧花的 就是你比方说所谓的这个土壤活化剂 在我们行业里面都知道 就是菌肥有机肥 就是你们买到的那种 以前叫有机肥可能比较好 就是再给你说一点 就是各种的粪肥 就是完全发酵俯仇的那种 随便用它不烧花 只要是有机肥系列的 只要是烧花 那就是没发酵好 明白了吗 要不就是给你摻甲的 里面比方说摻一些个二氨 或者是尿素 那种为了提高氮含量之类的 那个蒙人的 有机肥它是不烧花的 明白了吗 水溶肥 水溶肥就对水之后 它就是营养液了 就我们用到的那些营养液 对吧 营养液的话 水溶肥也好 它们都会按照比例跟你说 它这个说明书上面都有 你就按照它的比例来 明白了吗 你像正常来说是 水溶肥的话是1000倍的比例 你看瓶装的营养液之类的 它这个也会告诉你 一瓶干对多少 那种也不容易用多 为什么呢 它正常是根据浇水的周期来 你比方说 不按浇水周期来的话 它也是至少让你 7到15天左右用一次 一般这种是不烧花 还有一种 就是缓施肥 缓施肥一般也是不爱烧花的 因为老花衣衣也是正在卖的 你不论是像这种 傲绿的也好 干什么的也好 像这种的话 你按照 你按照这个比例来 它也会告诉你比例 你像就是直接撒到土上面的这种 你像这么大的盆 撒上这么些 它是不存在烧花的 而且它肥效期是多久的 你就多久用一次 它也不烧花 那花衣美一般烧花的 都是什么事呢 劣质的肥料 或者是一些复合肥 那种肥效释放得比较快的 比较强劲的 那种它会爱烧花 明白了吗 臭吧 所以说一旦遇到那种的话 即使把这个肥料颗粒清出来 反复用清水冲洗 实在不行的话 就把所有的土冲干净 洗根换土 只有这个办法 没别的很高的高招 另外呢 再用一些夜狼一号之类的 就是刺激它生长的 让它激活一下 懂了吗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希望大家用肥料在一块 当成人吃饭一样 少吃多餐 你少用点 不够咱在家 多了就不好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载一 白了车包 哎 嘿嘿 嘿嘿